嗨 大家好 歡迎回到出木手工皂 我是依君 接近萬聖節 看到了很多漂亮的裝飾用南瓜 幾年前我曾經在 Natural Soap Making的頻道上 看到用造黏土捏南瓜的影片 於是興致勃勃想來做做看 這一集是我第一次練習搓造黏土的過程 我的配方用的是 Natural Soap Making提供的 再改良過的配方 另外我也參考了 I Dreaming Soap Sorcery Soap 有關造黏土製作的影片 我會把影片的連結放在說明欄 大家可以參考 我的造黏土做的並不算成功 太黏 而且有些許顆粒 但整個製作過程真的太有趣 太療癒了 是我做頻道以來最開心的一集 我推薦大家可以加Sorcery Soap的IG 這位版主B是非常厲害的造黏土創作達人 你一定會被他的作品驚豔 我在製作的後期階段 猜想起 Yvonne 老師在今年3月 分享了Soap Challenge Club的造黏土做法 是一支非常新的影片 大家可以參考他的做法就不會失敗囉 造黏土其實跟冷製造沒有差別 先用冷製造的方法做好肥皂 然後在肥皂還柔軟的階段 將肥皂搓揉成黏土 用保鮮膜包好密封起來 如此一來肥皂就不會變硬 能夠長時間像黏土一樣 捏出想要的造型 造黏土的調色有兩種做法 一種是事先將顏色調好 另一種是等待造化完成後 再進行調色 如果你還不確定該調什麼顏色 就可以用第二種做法 我已經確定會使用六種顏色 所以我事先進行調色 相亂的答案 噪液還很稀,我決定用手攪拌 等一陣子噪液夠濃稠,再來分別入模 等待的過程,我將噪液用保鮮膜封口 大約二十分鐘後,噪液還是很稀,於是我又多等了二十分鐘 夠濃稠了,我將不同顏色的噪液分別倒入保鮮膜中包起來 再裝入保鮮盒,不需要保溫 一天過後,我將保鮮膜打開來看 發現肥皂還非常鬆軟,造化還未完成 一般來說,最好放三天後再脫膜 隔了一天,我發現我的肥皂有出水的問題 可能是造化過程多餘的水分無法釋放 我打開保鮮膜,將造黏土的水分擦乾淨 並且將造黏土分成小塊,讓內部的水分蒸發 半天過後,肥皂已經稍微乾爽 我重新將造黏土整形搓揉再度包裝起來 拜拜 一天半后我准备来捏造粘土了 一般来说是三天后脱模 将造粘土捏柔软 然后重新密封 再等三天再进行造粘土制作 如此造粘土的质地会是最佳状态 我要用造粘土制作肥皂上方 两颗南瓜和三片叶子 每一块肥皂是2.5公分厚 我的南瓜约做直径2公分宽 切割垫上的一格是1公分 很容易判断大小 捏南瓜其实没有什么高明技巧 你需要的就是小学生的美劳能力 如果心中不清楚南瓜的样子 也可以找图片来参考 将粘土捏柔软后搓成一个圆 稍微压扁 在中心用工具搓一个小洞 作为中心点 然后用竹签轻轻压出南瓜瓣的形状 那只紫色的工具是翻糖蛋糕用工具 我买得很便宜 当然也就有点粗糙 勉强还是有造型的功能 是的 谢谢 对 就是这么简单 不需要做得很完美 不完美反而看起来写实逼真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不得翻唱或使用 再来我要做叶子的部分 秋天的叶子很少是单一颜色的 绿色的叶子总带点黄 橘色的叶子则带点红 而红色的叶子则带点咖啡 因此我调配两种颜色来制作秋天的落叶 将造粘土调色后擀平 再用刀子画出叶片形状 整形一下 然后画出叶脉纹路 就完成了 这一片是用翻糖工具做成的 就是这种工具 只要在黏土上按压 然后上方压一下 就能切割出叶子 并且压出叶脉的纹路 但是跟我的南瓜比起来叶子太大了 我决定还是自己做会比较漂亮 最后我完成了这些叶片 话说我在赶年土的时候 老公在旁边觉得我很闲在做美劳 于是开始点菜 所以我趁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 又捏了胡萝卜 白萝卜 白萝卜 玉米 一把葱 一把蒜 两枚豆莢 几颗马铃薯 还有洋葱 还做了一个篮子把它们装起来 又做了几颗大南瓜 简直欲罢不能 好啦 老公要我做一只兔子 嗯 勉强还可以看得出来吧 大家可能会好奇灶粘土真的能洗吗 我示范给大家看 这是搓剩下的灶粘土非常容易起泡 就跟肥皂没有两样哦 不能再继续沉溺在捏捏土的过程了 我还是要完成这款南瓜灶 下方的灶体我加入了南瓜泥 做法很简单 将南瓜蒸熟打成泥加入 因为南瓜大部分都是水分 总水量的部分 我有扣掉约20公克 以免水太多 将南瓜泥倒入油中 跟油精油一起混匀即可 这是我的印油 这是我的印油 运动 东瓜 十几六分钟 第一 中間的顏色 我要做分層照 總共四個顏色 照一乳化完全後 分成四杯調色 中間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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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e 中間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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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姐很估計 中間的顏色 中間的顏色 網位 甚至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秋季山丘的景色 分層的线条不要笔直 有自然的坡度最好 将造模倾斜倒入第一层 用汤匙画出一些凹陷 慢慢倒入第二层 一样用汤匙做出高低起伏 上方第三层 我混合白色和黄色 制造出天空的感觉 一样用汤匙画出现 剩下一些黄色铺在顶部 作为南瓜和叶片的基座 好像枯干的稻草 一样用汤匙画出现 终于变硬了 我在顶部做出高低起伏 然后逐一放上南瓜和落叶 终于变硬了 原先画出的凹陷会让叶子沉下去不好摆放 因此我又重新整地了一番 这样就容易多了 这样就容易多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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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半后脱模 感谢观看 要小心才不会弄伤南瓜哦 感谢观看 在切造的时候也一样要特别注意哦 切出来的颜色 切出来的颜色好美哦 这正是我想要的颜色好美哦 这正是我想要的山丘的效果 每一块颜色好美哦 每一块都不一样 真的让我挨不释手 造年土 造年土是在肥皂造化完成后才捏 不会刺激手 所以如果你想让家里的小朋友 参与手工造制作 不妨带着他们一起来捏造年土 真的超好玩 超有趣 因为是肥皂造 搓完后清洗双手和工具都非常简单 只要在水底下搓一搓就好 还可以顺便把手洗干净 比起年土更容易清洁 也不会污染环境 大家一定要来试试看 造年土做出来的成品也是独一无二的 绝对不会跟其他人撞款 这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喜欢 也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